大鞍煤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当地的重要产业 但后来随着资源枯竭 昔日繁荣不再 以前就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有很多人是吧 对对对 不少 你看这个 这都是共产 你看现在哈的 这个地方在这儿挺红火 挺火的地方 是吗 就是你孩子毕业之后就有活干 现在彻底完蛋了 起初 设置组去的是距离县城三十公里的另一所学校 到了 拉子河 由于人口流失严重 东北乡村学校普遍存在学生逐年减少的情况 拉子河学校在两千年拥有四百名学生 如今却只有五十七名 虽然学生越来越少 但是硬件设施让人眼前一亮 这就是四年 好 我们照一看 照访的这天 设置组遇见了一群正在给学校捐赠物资的人 捐赠物资的人来自广西的卡斯基金会 令人不解的是 他们并没有捐赠衣物或者书本 而是捐赠了洗漱用品 并且现场给孩子们普及正确的刷牙方法 在于卡斯基金会人员交流时 设置组了解到 他们将要去一所距离这里八十公里的大安学校 听说那里只有六名学生 于是设置组决定一同前往 去一探究竟 这个是我们大安学校 现在以前很红火的学校 以前是什么时候 八几年九几年 我们这些学校最多的时候 都一千多个学生 这么多 现在呢 现在剩六个了 还要上去了 要上去了 他也没聊了 快快快 不老师 这边在这上去了 不少 这次怎么回来 这次怎么回来 大14.25睡吧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我聊晚了 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快快 哎 你们跑 来人 真的很活泼 哈喽 客人们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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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学生 前面这三个是四年级的 四年级 这个是五年级的 那两个是六年级的 三年后怎么办 他们都毕业了 他们都毕业了 然后老师也就退休了 就我自己 年轻的家长都除去了 现在就是这些吧 多数是爷爷奶奶带的 哪儿了 都属于刘嫂儿的 刘嫂儿 这边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 等老一辈慢慢老去 死去 新一代搬出大山 然后这里就会变成一个 废弃的村子 这应该是最后的解决了 所以只是说希望孩子们 再搬出去 它会有个衔接的东西 不会有那么大的鸿沟 健康卫生方面也好 别的方面也好 文化教育等等 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个过渡的东西 对 让他们去迎接他们未来真正的生活 3 2 1 杰子 拜拜 屋上小心 看到了吗 小心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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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活泼的孩子 对 这次的采访啊 没有想象 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 被就是 沉重 嗯 对 他们挺开心的 挺开心 这些孩子心里 我说挺好 挺阳光的 挺好的家 但是他们到 高中的时候 也不一定 就是 我感觉家长吧 就是只要孩子想上 家长就能让他上 是吗 那上大学的话 上大学那就不知道 嗯 上大学可以 要是还有董事吧 可以 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嘛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老师 芳 generals ��达 вод 不客气 又是 没有 我 不客气 粉丝 粉丝 冲 你 一杯 不客气 揍